玩這個冰果遊戲之前 我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你有沒有玩過冰果遊戲 有 你玩的是哪一種 好像有很多種不同的進行方式 因為我在外面我是可以買到這一種 這是書局可以買到的 這種 就是有那個冰果卡 嗯 在這裡 所以我常常我這種課我都會帶冰果卡去 像這樣 那我的這個剛好是 他盒子上是這樣寫 他的號碼 盒子上呢 他是寫說這個是 應該是75號吧 最多 對在這裡 有沒有 1到75號 這樣有看到嗎 所以我的設計就是以這個為主 那當然如果老師你要數字少一點也是可以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拿到之後 大家的這個其實 每個人拿到是都不一樣 那我這個版本他是有送的 就是中間這個他是送的 他是送 送給 同學的 就是3的 我們賓果遊戲的概念你要先知道就是 看誰先黏成 一紅線 一直線 或是斜線 那至於你要 幾條 才能夠獲勝 就是由 大家的自己決定 這樣好了 賓果卡先拿下去 先了解規則 其實設計遊戲都一樣 先把規則弄清楚 那所以我必須要從 1到75號 去隨機選出一個號碼 但是因為 這樣子的話 號碼是不是多很多 跟我剛剛的3個啊 6個啊 差很多 所以 我們這種方式就會敢用什麼 用那個 正列 我是不知道老師學程式的時候 學程式的時候正列 array 學的如何 我覺得我正列是學得很差的 我常常會搞不清楚 但是呢我就覺得這個 可以利用這個遊戲 了解一下 我們本來的變數都很單純 就是我變數就是等於一個 那正列的話就是我 可以用一維正列 二維正列 我們這種來講就一維正列 他呢就是把 你全部的12 一直到75 通通都包含在裡面 那我如果是 要取出第一個 就是他的第0個 他的1 我們在正列裡面 第一個就是0 他從0開始計算 當然有的不同層次會有 我記得不知道是 Hython還是哪一個 是從1開始的 不知道是哪一個 我忘記了 以前好像有一個 語言 是從1開始的 然後 如果是2 他就是裡面的第1個 就是這個正列值的第1個 所以呢我可以從這裡面去取得 正列去取得 一個 跟我們隨機是一樣的概念 可是我取得之後 重點是什麼 我這個 好像以前我們玩那個叫做 摸彩球的遊戲 我摸完了之後 可不可以重複 不行 那顆球就要抽出來 所以呢 我在這個設計上 我就必須要把這個 取到的 假設我取到70曜 必須要把70曜 從我原本的正列式比出來 這樣抽的時候才不會 就是 又重複了 那這個是重點 那我們今天這個 英國遊戲的 範例裡面 還有一個功能 因為如果老師有玩過 這個 你就會發現 很多人會問一件事情 剛剛抽幾號 對不對 他有的會忘記的 所以我在這邊我又多做了一個動作就是 把有抽過的 怎麼樣 怎麼樣 我存到另外一個正列裡面去 我可以去查詢 看我要查幾個 我就做幾個按鈕來用 這樣你了解 就可以解決 一部分的問題 他如果忘記太多 那就不要玩了 所以我就只有查大概五到十個左右而已 這樣OK 所以我們這樣了解這個 設計的原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往下走 因為在BLOCK裡面 它把它 陣列 不叫做陣列 它把它叫做列表 可是其實Webduno裡面 他後來 都還是把 這個地方 我記得有改 在Webbit那邊 他已經把它改成這個叫陣列 所以以前BLOCK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叫列表 叫列表 那 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裡 這個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這個是在BLOCK裡面 可以用的方式就是 你看喔 我先 我把這個程式碼 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我去設定 有一個變數 他是空的列表 等於先宣告 宣告 宣告好之後 那我就從1 到多少 有沒有我們剛剛學的 回圈 對不對 當然你要打1到75 我也是不反對呀 可是問題是我如果數字多 或數字改變的時候 就是一個痛苦 所以我們用回圈 然後就把它 設定進去 這樣就可以很快的 產生一個 你所指定 範圍的 這個 震列 的一個 變數進去 這樣老師了解 在WebDuno 它有 那個 針對 政列的部分 有做教學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簡報27頁那裡 簡報27頁下面 我有連結 27頁 他這裡面有 有介紹一個 辦例叫大樂透 大樂透也是一樣 都是隨機的 所以像這種數學就很喜歡考 喜歡用這種 就是 當作是一個 提醒 來 考 所以 你可以參考 像這樣子 它上面其實都有教 其實我覺得WebDuno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們那個工程師 跟他的之前視覺設計師 像這些 主題這些網站都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 那他對這一塊都交代的蠻清楚的 這樣OK 先了解一下就是 我們主要的是這裡 那 我看一下 所以呢 我們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在 簡報的29月 簡報的29月 我現在先把 就是 設計的原理先講 好設計的原理先講 那這裡 我會蠻鼓勵老師 因為我們要做遊戲嘛 所以其實啊 我剛剛在講那個流程 我就會像這樣 把它 寫下來 好比如說你遊戲前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前置 那遊戲怎麼進行 遊戲結束之後要做什麼 你要先把這些流程都知道了 因為這樣才是工程之行 這樣了解 如果你沒有先有這些概念 他要下去做其實是有困難的 等於說就好像說你玩過這遊戲你就知道那個 遊戲的規則嘛 所以你要先知道這樣的概念 那 在這裡我們鼓勵老師可以試看看 一個 我最近的新制度我都不是用S-Mine 像那個 邱文聖 華臉那個邱文聖老師嘛 還有 簡良宇老師 他們都是比較主推S-Mine 我以前也是S-Mine的愛用者 但是我最近變了 因為我發現 他的軟體 總是 他比較不方便 就是S-Mine 因為他另外一種APP 然後你要變進他就 一定要用App 不然就在電腦上 可是在這裡的話 這個是 Gitmine是我最近比較常用的 我把它 用在雲端的 因為他有雲端版 當然他也有App版 可是雲端版我就可以像這樣用 你看我分享出來 有沒有很簡單 我不需要軟體就可以開 他上面的功能 已經大部分 跟S-Mine都一樣 所以我後來就轉到這邊 那這裡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們在這邊 放大一點 Ctrl加滑鼠滾輪就可以幫大家收小 我們看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的遊戲過程 前置的時候是不是要先取得冰火卡 對不對 就是做鎮定 那 遊戲的進行 我要有兩個功能 所以我已經把它寫出來了 那我 取得一個號碼的時候 就要先判斷喔 判斷什麼 抽完了沒有啊 對不對 如果抽完了 就遊戲結束了嘛 就沒有了 如果還沒抽完 當然就 真的就抓出一個號碼 然後呢 我為了要增加效果 所以我做的時候 我還會 做一個動畫 抽的時候要有一個動畫 然後抽出來之後 我們剛剛不是有學過閃爍嗎 閃一下閃一下 那 重點是抽出來之後要做兩件事情 號碼要從原本的陣列移掉 然後 而且還不能重複嘛 對不對 好 然後還要可以查詢 那查詢就是放到另外一個陣列裡面去 所以你看 我這個查詢的 然後 最後遊戲結束 我要有個重置的功能 不然每次都要重新執行程式 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我直接做成 可以重置就好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了解 就是 我們在做這些遊戲之前 其實應該先做這個規劃的 雖然他也許 比如說小朋友做的時候他 可以用你的範例直接改 但是他如果沒有這個概念 換遊戲他就不會了 OK 好 那 為了 讓大家比較有感覺一點 我們先玩一次 先玩一次 好不好 那你進到我們簡報最後一頁 簡報的最後一頁這裡 我已經有模擬器的版本了 所以今天根本拿那個盒子沒有意義 因為不用就可以玩了 好 你看 簡報最後一頁的這個模擬器版本打開 那 這個 互動的方式要麻煩你 就是切到遙控器這邊 遙控器這邊 有沒有感覺好像程式蠻長 但是其實是還好 就是 觀念都是跟剛剛的一樣 只是我做比較多 做比較多 那我們 就真的來一起玩看看 不過玩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可以玩 因為這個沒有我們沒有做連線 沒有跟大家一起做連線 好 我們就同步來看一下 你看 你看喔 我們現在要玩的時候 就把這邊 好層次 我先置信 現在 大家的每一個這個都不一樣 我看一下 我們家的燈沒有亮 他先撥了一個 超級馬力 其實老實講這邊是可以做動畫 不過這個版本好像沒有做動畫 好沒關係 那我現在呢 我這裡有 這個按鈕 1就是抽 然後2就是 回推 回推前5個 3就是回推前 5到10個 那如果是這個就是重置 就是重新再玩一次 好 你看我按1喔 欸 老師我們完成了 你有對的 這只要戳一個洞 他這個可以壓下去 按一下 有沒有抽出來 是會閃一下 6號6號 有沒有同學有6號的 我的沒有 沒有齁 好啊 林老師你來抽一個 我們上課的時候我就要這樣子啊 這樣才能夠抽一點時間 不是 這樣才能夠 這樣才能夠比較有趣 因為同學自己按的時候不一樣 如果人少我就跟他講你抽3個 哈哈哈哈 來現在幾號 4號4號 你就你自己要對喔 然後同學上來我就請他帶上來 5號我有我有有沒有 就壓下去了 好 還有一個 10號10號有沒有 有 有有 來問一下現在我們總共抽了幾個號碼 4個 對你看 有沒有查出4個 這樣是不是比較方便 因為一定會有人忘記嘛 好來換老師來來來 換你換你換你來抽一下 你有參加都沒有抽嗎 怎麼樣動手做感覺比較好 一號我有謝謝 好再來一個人都抽三個 七號七號我好像沒有 好二號 對齁只有1到10因為那時候我測試的時候 我把它為了比較快一點 好太好了 因為老師有把我發現 不過沒關係 這樣老師有感受到那個感覺 那你看我們現在有沒有抽超過五個了 有所以你看剛剛抽的是這個 在後面有沒有還有 這樣我就可以查一下 我們為了讓他比較有感覺 是不是按一下都有一個聲音 對不對 好那你看喔 我這個再抽三個 這個 再一個 有沒有抽完了 所以還好沒有發現 不然要抽到75號 這樣是不是就抽完了 所以我們就符合 我們剛剛的新制度的規劃 那我們要重完是不是就可以按一下這個 是不是又重來了 OK 所以我們把流程跑過一次的 好吵喔 好 這樣可以 好所以其實這個 先大家玩過一次 那這樣就會比較有概念 好 好